观众朋友大家好 带你来看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首先要来关心的是 大量资金现在正在逃离中国 因为中国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 他们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政策 再加上中国的经济 在疫情之后 其实复苏的力道是不如大家预期的 人民币还有中国大陆的股市 也是持续在走弱 那么很多的中国富豪就认为 与其把自己的资产放在国内 等着被官方查 倒不如赶快转移到国外 而中国长期严控资本外流 所以想要从中国合法的转移现金 每年你只能够海外电汇 五万美元左右 那么如果说你决定要移民的话 那么才会获得一次转移资产的机会 所以现在有大量的中国富豪很害怕 自己的资产可能会被充公 他们正在加速 要把整个资产往海外送 而他们开始也冒险使用 一种非正规的系统 途径之一就是能进行国内外资金 转移的哈瓦拉系统 什么叫哈瓦拉呢 其实哈瓦拉它是一种很传统的 非正式资产转移体系 它的运作其实就像整银行一样 但是它不受到任何的监管 说穿了这个哈瓦拉 其实就是一种地下汇兑 已经在全球很多的地区 运作了数个世纪之久 它完全建立在哈瓦拉经济人网络之上 他们会代表客户进行资金的转账 但是不需要透过任何传统的金融机构 据传这一套系统是起源于古印度的 后来被中东跟其他地区采用 包括了非洲之脚 还有南亚 他们都在使用 说到哈瓦拉体系 比起正规的金融体系来说 它不仅是更低调 而且很快速 很便利 成本又很低 那么它是以信任为一个基础的 完全依靠的就是哈瓦拉经纪人 哈瓦拉供应商除了从预付的服务费 获利之外 其实经纪人 他们会规避官方的汇率 来赚取一些利润 而资金会先以汇款人所在国的货币形式 进入到这个体系 再以支付所在国的货币形式 离开这个体系 从中它就可以获取利润了 其实把这个资金 从一个人转移到另外一个人 这个哈瓦拉经纪人 他们是相互联系的 也构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 他们利用各种方式 来进行资金的转账 例如快递服务 或者是网际网络 在国际之间 迅速的来转移资金 而哈瓦拉经纪人 通常不会保留 正式的交易记录 所以说你很难去追踪资金 到底流向哪里 尤其是在资金流动受到限制 或者是正规银行系统 很不发达的地区 特别受到欢迎 所以很多的移工 都会透过这种方式 汇款给家乡的亲属 他的复杂性跟不正规性 使得政府很难有效的监管 就连恐怖分子 他们也很利用这个哈瓦拉 来转移资金 像是在2014年的时候 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分子 占领了这个伊拉克北部之后 他们就从把这个银行 抢来的4.29亿美元 转入到了约旦银行 然后再转移到了巴格达 地下钱庄 最后就是利用这个汇率套利 送回到他们的大本营 而这个哈瓦拉甚至也被当作了犯罪的媒介 用来洗钱 甚至是毒品的交易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欢迎大家话题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团宇一把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